刚才已经预告了 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我们这次大会 邀请到花园大学的义川教授 来给我们做开场的主题演讲 那我首先稍微提一下 刚才我不需要多介绍他的 他的直弦 花园大学 那他是在国际上 特别是在华文学界 中文学界非常出名的残学的专家 那你听到说残学专家 你也许会觉得就是残学专家 很多残学专家 但是义川教授的作为残学专家 非常不一样 我暂时不讲 你听完你就知道了 因为我非常多年前 我还没有去查 很多年前我在澳门大学 听过他的一次演讲 印象非常深刻 那他虽然他的专业是在 对语言文献学 就是日本的做文学研究 国学研究非常深的作文献研究的 但是等一下听了你就知道 他对残学的通透 我读了以后 我读了以后我不敢说顿悟了 但是收获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就 他的著作 包括他的翻译成中文的著作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像他的《禅宗语言重考》 《禅宗思想语言重考》 那这个是中文著作 日文的著作 关于像《灵济》 《灵济易学》的研究 这个都是我们做残学必读的 所以我们非常难得 我们再次欢迎益川教授 来给我们做主题演讲 在座的各位法师 各位学者 各位领导 早上好 早上好 第一次参加这个国际研讨会 觉得非常荣幸 下面我做报告 南宋林立场出庄日本 这研究以南希道隆为例 下面我把这篇路文宣读一下 大概时间不够 所以到了时间就停止 大家看看这篇路文 南宋林立场 南宋林立场在日本的理由部 之内 我看到它进行 在这篇路上 南宋林立场所创造的理由 南宋林立场所创造的生意 第一 南宋长宗思想的顺势 唐代初期兴起的长宗到唐末五代 经过了两次善变 直至北宋时代 其教学和传播形式又变为文字场和公案场 到了南宋时代 长宗已变得极其悔色难懂 因此南宋时期兴起中常师们 东渡日本以后 在日本这片处女地步道的过程中 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唐初兴起的长宗以随末唐初时期的动乱为时代背景 其开端是一些流亡的僧人在穷乡必然结安 并组织流亡与当地的脱节农民一起修行 其共同建立起来的修行场所被称为长居或长方 这个团体的共修原则是平等劳作 实现经济独立和以成修的方式寻求心灵慰藉 长宗是以当时地方政权的支持为基础 与当时日益臃肿和腐败的城市佛教教团划清界限而成立的 此时期的作战方式上在实践常观的朴素阶段 此后又相继发展为 祝坛的东圣法门 圣坛的南宗禅和中坛时期的洪洲禅 长宗思想到唐末五代经过了两次参变 第一次是圣坛时期由曹熙慧能与合则神会 开创的南宗所提出的动物思想 其不重视打坐的形式 第一次是提平由作成获得心灵安宁的传统修成方法 转而强调应该着眼与理解动物这种心灵上的转变 才是开悟的关键 第二次是中坛时期的《马祖道义》 创立的《洪洲禅》 提出的《吉星师父》 《现在作用的佛性论》 《见所见心》《赋物贤礼》的《悟道论》 《平常心世道》以及《无事无为的修道论》 重构了唐代的长宗思想 为后期长宗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到了唐末五代的动乱时期 参政将帅纷纷归于长宗 各地私行开设祭堂 大规模的地域度并帮发度叠 由于大量的非传统意义的僧人的加入 长宗内部出现了一种世俗化的现象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针对《马祖禅》的质疑和反思 批评其《无事禅》的理念 要求克服世俗化这种对禅的庸的庸俗理解的 《夫生圣骁城上》 自此逐渐向宋代禅转变 宋代禅中的特征是公安禅与文字禅 长宗学习的课本 由佛亲编为谈代长宗开悟的故事文本 语录和登时 宋代长宗针对这些故事刻意提出新的解释 并编辑成标准的文本 供僧图知识们参与 即将文本公安化 宋代的长宗们非常喜欢这种既存的表现形式 这两种斗争的出现是 因为宋代知识分子最新与长宗进而热情参与的结果 这种宗教上的转型符合唐宋变革论这种划分中国历史时期的学说 它规定历史时期到唐代维持属于中式 宋代以后属于近式 唐末五代作为转型期的历史分歧 常宗是佛教中体现唐宋变革论的典型 它兴起于中式唐代农民社会 到唐末五代逐渐转变为大宗化的宗教 再到宋代就变成近式知识分子的长宗了 南西道龙长室 南西道龙长室 东都日本 力图全波南宋长 已经从随墨堂出朴素的长 经过了两次变 转变为宋代知识分子的长 此时期的长对于中国人来说 尚且悔色异常 黄荣 长宗尚未留步的日本 例如佛图的故事 在多种佛传中 仅有记载 而宝灵传 祖堂集等等式中 输入的内容 都有中堂 《马祖堂集团》 《马祖堂集团》 以及《现在作用说》 未根据解释的文本 对此 唐末五代云门文言 以及宋代常诗们 批评如下 新闻 世宗诸生下时 周行七步 目目四发 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云 天上天下 唯我独宗 云门眼念 我当时如若见 一半大厦 与狗子吃爵 贵徒天下太平 下面都是这样的 对于佛传故事 唐末五代 宋代常诗们 却坚决否定了 以前的评价 加以如此辛辣的批评 或嘲弄 烟花微笑的故事 明显是 中唐马祖禅 红舟宗 以其信在作用说 为根据解释 浮船中的文本 南宋 《乌门会开》 在他的《乌门观》中 批评说 我不念 《乌门会开》 这种 何佛骂族的态度 与其他宋代常生一致 属于品味最低俗的典型 总之在南宋 《乌门》中存在着一种喜欢 故意颠倒爵士的镜像 并试图通过寄宋来表达和展示这一点 其结果就是读者难以理解 北宋末期最为活跃的一代常生 大会宗高 许黄与师大夫讨论禅 并引入门下 常常 他认为 当时知识分子天爱 最悄难解的文本 今世人 今世顺颠倒 不顺正理 如何是否 即如心事 却以为寻常 即至问 如何是否 如达云灯笼炎壁上天台 变到奇特 其不颠倒也 如何是否 即如心事 这是马祖建立的 唐代常宗思想的基调 宋代知识分子反而不能接受 却喜欢 问如何是否 达云灯笼炎壁上天台 这种颠倒的奇怪说法 处处的灯笼出点语 为上林语尝试 对养生会计提问 如何是西来语回答的 大好灯笼中来的 这是直接的回答 意思是说 你看灯笼的视觉作用 即是你佛心的显现 然而 灯笼炎壁上天台 显然是对现在作用说 加以奇怪现象的变形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本来尊正合理性 同时却喜欢难解的说法 与此相应 禅宗也就变成一种难解的思想了 南西道龙尝试到日本以后 先后在连仓建长寺和京都建仁寺 双堂书法 日本僧人难解其意 与此相同 与此相同 日本道元尝试东渡南宋江南学墙 修行斗法后 回日本在京都新盛寺 月前永平寺开堂书法的日文记录 中华言赞 素有难解之称 情况与南西道龙相同 第二 南西道龙尝试 说唱的瓶颈 南西道龙尝试第一打日本的时候 正值赚年34岁 他在南宋没有住持长院书长的经历 由于缺乏必要的教学经验 身边硬套南宋长宗的教学方法 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所以毫无长宗学习经验的日本僧人 自然就难解其意了 他东渡日本以前的经历 有如下记载 这是他的行史 由此传记得知 他在南宋的确没有住持长院书长的经历 又因为他34岁 东渡南宋 南宋国国内不知其名 虚唐之语尝试 为南西和尚语录写八文时 开头有如下讽刺的言句 道龙长室 道龙长室抵达日本的第三年 去联餐后 幕府职权者北条时代 胡远日举人 归于门下 一年就任嫦儿苎就去 职导一百个僧人 次年胡远คร LI 为道龙长室建立日本第一座厂室 建长寺请他出任入寺 道荣常寺先后在建长寺做了三次普说 普说是宋代以后成员入寺入院 或丛林新人入门时所举行 普说的内容有个特点 即讲话人分享自己的修行经验 与中必言自家误导员 给人天众前吐露自悟境界 长寺给僧众讲自己的修行 开悟的经验 并做说明什么是长宗 以及长宗应该如何修行的问题 普说是一种具有长学概论性质的宗术 我们研究兰西道荣常寺在日本所说的南宋铃剧场的宿想特征 他所做的三篇普说是很重要的资料 而且需要与紧随其后东渡的两位尝试 乌安普宁和武学组员所做的普说做比较 武汉安普宁尝试与景丁元年 63岁时应药州特区里之邀 来日本 红长二年 任建长寺旧旨时 做了一次普说 武汉安普宁尝试与景丁元年 2016年54岁时应药州特区里之邀 来日本第二年任元决寺旧旨时做了一次普说 武汉安普宁尝试与景丁元年 自己修行的经历和与兰西道龙尝试的结交 说明他东渡日本的缘由 然后为日本僧人讲解佛教的起源和长宗的意义 指出长宗不利文字和指使人心的宗旨是佛教的核心思想 因此长宗修行的目的就是解决生死一大事 并介绍古人仓旧的实力 据此武汉安普宁尝试严谨的讲解思路可见一般 这对于毫无长学学经验的日本僧人来说 仍然是一次长学概论的学习 文中详细阐述了他修行和开悟的过程 以及经验是一篇极有收复力的朴朔 这也体现出一位十年六十三岁的 长林民宿道业之绵密 他所做的佛教和长宗的历史概论 也可看作一部标准的南宋长宗理论 从这一点来看 他的普朔具有很高的价值 武学紫园长室普朔的特点在于 他把自己参加狗子无佛性 这一入门公案的具体经过 和当时南宋江南昌林参加此一公案的实际情况 报告得非常详细 对于长宗史上唯一无二 极有价值 他在日本做过十六次普朔 都是耐切耐心的教法 他致力于日本的传长事业 具体可见于轻易问答新药 这是用笔堂方式回答问题 语言的障碍似乎被组员尝试的热情克服了 关于自己修行的过程和开悟经验的常数 是普朔不可或缺的部分 若以南希道隆长室的三次普朔 与上述两位常师相比 道隆长师很少谈到自己 这是他普朔的特点 他在第一次普朔中 首先说 照常一致 然后提出常宗的思考方法 说明 认识能够进行见闻觉知的主体 即是传宗修行的目的 但学连往往被占毙于自己的知识和见解中 难以开悟 因此他鼓励学连放下主观的念头 让见闻觉知都停止 任由自然的本性流露和发展 而或强调超越生死才是禅要解决的问题 下面我们阅读他在日本修禅的具体情况 以下是他与红长二年在京都建仁寺所做的 《节下小餐》的书法记录 《节下小餐》的书法记录 我不念 《节下小餐》的书法记录 就是道容常识在建仁寺座下修行结束时的一场书法 主题是长宗的教导方式 开图两句是两句用诗的形式表述一个原则 长宗原则上不会手把手地教导指引 而非代佬认为本来面目只能靠自己 主席天下安居的修行也很苦 但这本来不是必须的事 真正有见地的长僧使清规戒律为秘履 于是他提出一个公案来讨论这个问题 但这个公案的公案的确异常灰色 常在地人 常不在地人到底是什么意思 先中受评的对话 像景德长灯录 内容是一样的 这一段就是道容常识所根据的资料 但也同样不容易懂 于是我们需要找同一主题的另一段对话 请读传登录的安国院民间大师《红刀传》有如下记载 在这里 常在地人说作常居正位地人 常在地人原来就是常居正位地人的省略 常居正位地人指的是一个能体会法身的人 或希望体会法身的人 体会法身不外乎是开悟的意思 安国洪涛城市 为什么说这种人没有资格接受供养呢 他说的意思是法身不同于肉身 不能接受供养五蕴阶层的肉身 才能作为吃饭 接受供养 这样就把教理和常思想巧妙地结合起来了 先中修平对于十二十中常在正位地人 唯一一样的僧人说 你没有资格接受供养 因为你常在正位 意思是说 那么常不在正位的人就能接受供养吗 先中修平骂僧人说 旅年去 意思是说 你这个一直做梦想 常在正位 常不在正位 完全没出事 他批评僧人 执着于正位偏位的佛教观念 而非立足于自己的修行 道隆常师反而批评 先中修平说 其实他不懂道理 常不在正位的人 才能有资格接受供养 意思是说 因为常不在正位的人才能修行 所以他有资格接受供养 他做了这种解释后 向听众提出问题 大家 你们听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沉默了一会儿 看大家不明白 最后说一句话 船窄先握 右膝后坐 这一则四川英语的比喻 意思是说 握船很窄 所以要千山躺下 以占据更多的位置 船窄的大米很少 所以不要先去吃饭 因为船窄的大米会沉底 后去才能吃饱 这就是说 只有聪明的人才明白其中的道理 道隆常师如此的说法 日本僧人大概很难听懂 到此 我就怀疑 道隆常师在建人寺所做的这一场说法 与《大觉常师语录》里所说的节下小餐是否一样 这篇节下小餐是很讲究的四六文 假如他照样讲给日本僧人 恐怕没人听得懂 那么实际情况是怎样 我推测 道隆常师大概会十年前准备稿子 这就是《大觉常师语录》里所说的讲究对账 押韵 评测的整齐四六文的节下小餐 但很可能他在建人寺节下上堂讲话时 不会照本宣科 而是临隙应变 有时候换说法 有时候会详述公安 亦或用了其他的翻译技巧处理 翻译人 翻译人员一定当场给僧众翻译 但问题在于翻译的质量 翻译人是否正确掌握道隆常师讲的数方言 他是否正确掌握南宋长宗基本常理 他是否正确掌握道隆常师讲的内容中 似乎不那么通顺的逻辑 他是否把中国俗言翻译的日本人听得懂 很难想象当时的日本长林里有这样的能人 还有一件事我们需要考虑 道隆常师 怀着将南宋临階常的宗旨和风格 原封不动地传播到日本的决心 然后自己整理他在日本所作的全道记录 并编转成册 随后派弟子带回南宋 邀请一些著名长师为他写续拔 并在国内出版 目的在于西区南宋长师们 承认他到日本展开全场活动的成绩 因为他在南宋未有住持长院书长的经历 所以他抱有这种愿望 我们能理解 因此他的语录需要保持南宋长学的高水平 结果却身边硬套南宋长宗的教学方法 所以毫无长宗学习经验的日本僧人 自然就难解其意了 我们可以参照和道容长师同时代的 道元长师的正化演唱 他24岁渡海去南宋江南 两年后到天同山景德长寺 参学长文如今长师 29岁归国在京都生草新生寺开发 为日本僧人上堂说法 同时用日语撞写中法演藏 其中现成功案一篇是他34岁时的著作 开头第一段是这样写 書物の仏法なる事説 すなわち名誉あり修行あり 章あり死あり 書物あり主条あり 万望共に我にあらざる事説 惑いなく悟りなく 書物なく主条なく 章なく滅なし 仏法もとより封建より 調節せるゆえに 消滅あり名誉あり 生物あり しかも格のごとくなりといえども 花は愛着に散り 草は危険に覆るのみなり 下面是 河岩山先生の翻譯 諸佛之唯佛法時節 既有迷有物 有修行有生死有諸佛有正生 妄法非諸佛之時節 無迷無物 無諸佛無正生 無生無死 佛道原本跳出風前 故有生滅有迷無有正生與佛 雖言如是 花於愛惜而掉落 草於氣形而重生 日文原文很難解 漢語意文更難解 異者何元生先生 特意強調就是執意 也沒有注視 但這樣做指揮 使徒者完全無法理解 第一句 諸法之唯佛法時節 所根據的是 他莫無代原本文言的語錄 問 如何是一句話是佛法 詩雲三家從弟老婆迎接路 會嗎 詩雲不會 詩雲非當如不會 大有人不會在 道原說的第一句 諸法之唯佛法時節是 一切法解釋佛法的日語翻譯 一切法解釋佛法 鑒於金剛經等多種佛經 經常說的一句 提問的僧人用作一般的道理來問意思 原本詩詩的回答很奇怪 三家從弟老婆迎接路 這當然不是佛教教理上的解釋 所謂三家從弟老婆 我們根據下面二的記載判斷 意思是 三家從弟老婆搶也不會 三家從弟老婆迎接路 意思是 有很多不會搶的人 長僧的對話 一般不討論 解釋佛教教理 要三為言 當時被責怪不說法 回答說 今有今事 論有論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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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中怪的老僧 雲門說 非當如不會 大友人不會在 意思是說 我也不會 不能做解釋 底下要訪問 你問我 這個意思有什麼用處 二 舉一 一切生是佛生 一切色是佛色 是年起佛子雲 是什麼 若道是佛子 三家從弟老婆 常也不會 雲門在這裡把 一切法解釋佛法 換個修法做 一切生是佛生 一切色是佛色 馬祖禪 紅州中提出的 誤道論原來是 見色見心 文生誤道 其人結出外境 見色文生 覺悟 這種見聞覺覺的作用 就是佛性的顯現 從而雲門說 你見佛子不能叫做佛子 應該叫做佛 叫做佛 佛子只是不懂成的佛土人 第三條 有詩雲 有詩雲 我尋常道 一切生是佛生 一切色是佛色 近大地是法身 往做佛法中間 如今見柱障但換作柱障 見巫但換作屋 因为从前常说 文生要文作佛生 建设要建作佛色 山河大地总是法身的显现 后来它改了主义 自我仿思从前所做的教条主义说 那只是做了佛法中的建罢了 一切法只是佛法 旧法之为佛法世界不是一个定理 而是只有开悟才出现的一种理想世界 假如吧一切法只是佛法 旧法之为佛法世界 看作一个命题 来探索佛教意理是错误的 我们应该了解 这个说法的背面 存在有个人的开悟体验 外境总是发生的显现 这样的世界不会是我们通常能感觉到的世界 偶然的机会接触外界的某种东西 偶尝会引起开悟的体验 例如 灵云气情 尝试三十年醒脚后 有一次偶然看到盛开的桃花的瞬间 就彻底解决了 为伤灵云常识所提出的见色及见性问题 又如相言俱嫌常识在为伤灵云常识棉下 失去了信心 后离离开围山 寻找到一座古庙住下 草地出石 扔掉小石 撞上了竹子 他听到了声音的一瞬间 就彻底解决了 为伤灵云常识所提出的 父母未生以前本来面目问题 这样的情景下 剧情 剧情常识 剪刀的桃花就是佛色 剧情常识听到基础的声音就是佛声 一切法 解释佛法 是说 僧罗万象 所有的事物都是佛法的显现 也是说 原来所有的事物都能讲出佛法 这原来是道物的探生 感性之语 后来成为一切法 解释佛法的教理性术语了 云门以佛子为例提愿 这是什么 如果回答说是佛子 那就是不懂常的人 但后来反过来说 这真是愚蠢的佛法见地 那么道元既成云门最后的认识 术法之为佛法时节 虽然是开悟的境界 仍然认为不过停留在谜和物 正身与术佛对立的时节中 因此加以批评 这是道元的第一个环传 第二句所根据的是 中唐庞居室的提问 苍问马祖云 不与万华为旅者是什么人 祖云带入一口西江水 极向如道 继续延下动领选曲 来留住三城 差不多了吗 再宣读五分钟吧 潘居室说的 不与万华为旅者是超越现实的人 他提问不与万华为旅者是什么人 他表现出一种一把不能的阴切期望 希望成为超越现实的人 但是马祖以豪放的态度 解放了他那沉重的超越主义负担 回答说 等你一口气吸进西江水 就像你说 道远把旁居室的 不与万华为旅者 说成万华非属我的世界 却高度肯定 却高度肯定就是永恒的超越精神 认为达到这种境界才是消灭迷和物 众生和诸佛的二元对立 表示克服第一句的迷雾二元论 这是道远的第二个环转 第三句 佛道远辩跳出风险 意思是佛法固然超出 贫富贵贱的世俗世界 他接着说 正因为如此 还是存有迷和物 众生和诸佛对立的世界 这个第三句 只不过是第一句的反复 但这里有道远的第三个环转 第四句 虽然如是 花于爱惜而掉落 草于气贤而重生的 一对诗句是宋代流行的景句 有两个例子 花从爱惜落 草除气贤生 两句意思 不难解释成 尽管被人爱惜 但美丽的花总是会泄掉的 尽管被人讨厌 杂草反而展现出 薄薄身体 这两句 两句初处 就限于宋代长孙的对话中 原来是否是一首诗中的对峙 不得而知 牛头山金城市 虽然对于新教僧 期望超越世俗的家风 但也却以普通人的感情回答 广教会太常诗也同样 以无信道人也有普通人的感情回答 堂诗中有类似的表白 孙家亦有方冲心 自是长心无至尽 今夜君见池水战然时 何曾不受花其影 闻说 亲人愿别情 酸天犀利在寒城 长肖漫漫脚生发 强子无心 恨一声 道远常诗 则用两句来表达什么意思 尽管觉悟佛法 但毕竟在迷雾二元论中 尽管跳诸誓死的佛法 但也不免还停留在迷雾二元论中 超越迷雾二元论的境地不是没有 虽然如此 世俗人情中 亦有真实的感情 第一句反转了 对于通常的佛法理解 第二句反转了 对于通常的常的理解 第三句反复伸说 反转对于通常的佛法的理解 第四句用两句诗表示 两种反转也不能绝对化 将佛法与世俗 佛法与禅 对立 加以止疑 最后达到新的 难送 是常宗思维 做总结 如此屡次反转之后 以诗句来做总结是 常见于南宋长宋的一种思维习惯 道远尝试说法的难解 也是受其影响的结果 一般来说 达到开悟 即是忘事了毙 但宋代常宋认为 留存开悟的痕迹 就还在迷雾之中 不留开悟的痕迹 才是真正的开悟 常宋修行的救命指示 常宋只是暂时达到了开悟的境界 也不得安住此境地 他需要不断点减自己 持续自己并保持自己的佛性 在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实践 这么复杂的南宋长宋思维 对于从未了解过 常宋的日本僧人 是很难了解的 下面还有一些文字 现在时间到了 我不念了 请大家 回宿舍以后 继续读完了 发现有问题 就告诉我 我请向大家请教 谢谢 我们讲先谢谢一川协志教授 以非常流利的中文宣读发表 我们请一川协志教授回座 谢谢 好 我们现在有请主持人 林振国教授 为我们上台做结语 我们掌声欢迎林教授 结语是我要求的 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我想我要来验证一下 我刚才一开始讲 就是说大家听一川教授 结束完以后 有没有开悟 一川教授是谈的是13世纪 从中国传到日本禅宗的过程 他里面谈了好几次好几次的说 这个很难解 很难解 就是这个读不通 我听得很高兴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只有我读不通 发现是在当时13世纪 就很多人读不通 日本人更是读不通 那我们怎么样把它读通 我以前上课需要 也是要讲一点禅宗诗的部分 我都挑的那些 我可以懂的部分 不懂的部分我都跳过了 那一川教授 刚才听他这样的一个报告 看起来是非常的通畅 其实他是做了非常扎实的 语言学 文字学 地方属语 四川话 各方面的研究 才把那些禅师的这些话 把它解读出来了 非常不容易 这个绝对不是我们 只是这样看那篇文章 看过了听了觉得非常有趣 那背后就是修行 就是做学问的 刚才提到的圣语法师 就是说学者怎么样把 这个佛法的真实的讯息 传播出去 背后有非常辛苦的工作 那么我们希望未来 因为我们的方丈合唱 校长都在这边 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 让青年学者 包括像我 我都非常愿意跟一川老师 一起来读这个 这个禅宗的殿集 这是廖 廖昭雄老师 我们刚才一路 刚才过来 我们也提到这一点 所以我非常荣幸来主持这场 谢谢一川教授的报告 好 我们掌声谢谢 林郑雄教授带来的引言及结语 我们再次谢谢主持人林郑国教授 还有一川贤士教授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